大家好我是神主公 今天一樣來玩黑色午夜草原 魔法地之道 今天要來講講第三賽季會是什麼角色 有一些資訊已經流出來了 再來講講近期的活動 冥玉尖塔跟討伐戰的一個陣容組合 請大家先幫我按個訂閱開始小鈴鐺 就會出更多遊戲介紹及攻略 首先我們看到最近挑戰的 期間限定挑戰這邊 冥玉尖塔我已經是打完全部速成了 基本上跟我之前講的陣容就是一樣啦 就是用這一組陣容 魔法地 雪苑米 跟勇諾 還有拉迪斯 那拉迪斯呢 有時候會比較不好用一點 尤其是前面的隊伍 前面的幾個隊伍呢 有些是要快速的秒掉這個勇諾 或者是攻擊一手 所以這邊拉迪斯有時候可以換成雪苑亞斯塔 這樣可以快速的秒掉一隻 才不會拖太久喔 尤其是對面有帶鑽石男的時候 鑽石男有時候會狂暈人 那被暈到呢 就會拖很久 拖久就對我們這種陣容組合越不利喔 尤其是有學奶媽 他一直暈一直補一直拖時間 所以有些陣容是可以放上三隻攻擊手的 那像比較穩扎穩打的這種陣容呢 放拉迪斯其實就夠囉 因為他們沒有奶媽 所以這個還蠻簡單的 15層打完就可以拿完所有的獎勵 再來呢就要講到我們最新的討伐戰 這個討伐戰呢昨天剛推出只能打123階 今天呢可以打456了 那我目前呢第六關會在第二波差一點點打不贏 那我可能再研究一下陣容喔 但是前五階呢可以用我這個陣容 主要就是呢第一波它是紅色的屬性 我們就用藍色的屬性去打 相當的簡單喔 即使是第六階也非常的簡單 不用魔法地其實也打得贏 但是呢第二波就很難囉 那前五階的話呢用我底下這個陣容 除了第五階稍微要手動一下 前四階都是全自動就可以打得贏了 那我戰力也給大家做一下參考 第一隊大概17萬 第二隊也是17萬 其實不高啊 那基本上呢 這次最重要就是兌換所 我們要湊齊500個硬幣換這個 SSR的技能覺醒書頁 這個超級重要終於推出囉 這個就是可以幹嘛 可以把你的專武給升上去 大家都知道專武是超級超級難抽的 那有了這個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把我們的專武 重要的升上去 尤其是像魔法地的專武 加成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這個一定是要拿到了 那你一定要拿到這個的話呢 要打到第幾階 三到四階都是二十幾個硬幣 那二十幾個硬幣 比如說這個是二十五 二十五個每天 三次乘以三 一天就七十五個了 那我們看到接下來還剩五天 五天的話 七十五乘以五 欸多少 三七五 那其實我忘記我前三天拿了多少 但是已經接近了 應該是第四階可以穩拿 第三階我不太確定 如果知道第一天 三階打完有拿多少硬幣的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基本上第四階一定是穩拿的 那更何況第五階就是穩穩的 所以這一次的討伐戰 我覺得相當簡單喔 我記得上次是一定要第四階 這次第三階拿的硬幣也算蠻多的 那難度我真的覺得不高 這一次簡單超級多的 那第六階就真的要再調整一下了 我的紅色角色真的是不夠啊 再加上這隻蛇有這個速度增加 那幾乎每回合都要打你一次 真的是蠻痛的 我可能再研究一下 有出比較穩可以打贏的陣容 這個推特都在爆料一些 黑色武藥草的一個活動流程啊 禮包啊角色 像之前魔法帝 就是這邊出來的資訊 當然他也有參考很多 比如說IG上面的廣告啊之類的 那這次我又看到這邊 各位放大一下 這邊呢就是講1月25號要出這三隻角色 那這三隻角色會是第三賽季的角色喔 那其實我記得這幾隻應該不是第三賽季的 原本在日版好像是第四賽季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三隻會變成第三賽季的 然後有尤諾和凡妮莎的 他還會再做更新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三隻角色強不強 我們看到日版攻略王 這三隻的話呢 有兩隻 哇在S級 也就是現在大概是T0.5的狀態 跟學院主角還有菸大叔 是同一個層級的 那我覺得這第三賽季也很不錯耶 有兩隻強度還蠻高的 再來有一隻在A左右 也算是不錯的角色 所以這次感覺也是很欠抽耶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在國際版上面的安排 很喜歡把強的角色全部集中在同一匙 那這樣也不是不好啦 這樣我們可以集中同一匙狂抽 至少出的角色都還不錯 但是呢 弱的角色呢 我看官方就乾脆用送的就好了嘛 像之前泳裝亞斯塔那樣活動用送的 這樣比較能吸引玩家 抽強的池子 然後參加活動拿弱的角色 這樣也是不錯啦 但是呢 我藍色的角色已經夠多了 我覺得我現在不缺藍角了 但是這一隻藍色夏洛特長的還蠻香的耶 各位有沒有 有一種OL的感覺 這是學院的夏洛特 那快速簡單看一下 技能1是施加反擊最高攻擊力的 技能2給大家施加總攻擊力加40% 哎唷 必殺技給全體加60% 機率的反擊效果 都是打反擊的能力 那我們看到綠色的開堂手傑克 他技能1 會一個造成流血狀態 50%機率造成暈厥 技能2 是給自己加一個貫穿增加跟命中增加 很多人在問命中是什麼效果 命中就是讓對方發動減傷的機率降低 大絕招是單體傷害 然後還有追加攻擊 還有機率造成暈厥狀態 那這隻紅色版本的紅蓮獅子 技能1是燃燒狀態的單體攻擊 技能2也是單體攻擊 造成燃燒狀態持續兩回合 那目標如果已經有燃燒狀態的時候 會直接移除他的護盾進行攻擊 哎唷 這招蠻強的喔 然後呢 大絕招則是對所有敵人造成傷害 然後呢 根據敵人身上的這個燃燒狀態的數量 比例去做增傷 如果有1個的時候 增加20% 2個75% 3個220% 然後打完會解除對方的燃燒狀態 然後也會解除對方的盾 進行攻擊 其實我覺得這一隻的技能組還蠻厲害的耶 尤其是可以解盾 還蠻不錯的 可是可惜他是紅色的攻擊手 紅色的攻擊手我們已經有永諾了 又有學院亞斯塔 那這一隻的話呢 強在他可以解人家的護盾 如果未來有更多 有燃燒狀態技能的角色 搭配他應該是蠻猛的 但是呢 現在感覺上是用不太到的感覺 應該是功能性的角色 那這只是我看日版攻略王 他的技能介紹大概看一下 大概翻譯一下 畢竟我也不會日文 如果有錯 可以在底下留言做補充 或者是這幾隻值不值得抽 強不強 知道的話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之後如果真的要出的時候 我也會再出影片做介紹 詳細一點的 今天只是簡單看一下 那畢竟這個也是爆料 也不是官方消息 不一定第三季就是這三隻 只是說上次這個爆料還蠻準的啦 好啦以上就是近期的活動打法 跟這三隻角色的一個外流消息 給大家做參考啦 感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那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